我再给你们往回数数 全苏联 这行了 屏风 好兄弟 屏风一看就是中国爷们 这个清澄 你绝对一生 做的最正确决定 就是你嫁给了 我男人看男人 这点绝对告诉你 清澄 你可别老看七哥好 肯定是 屏风比七哥好 你别老看我好 我要跟你说 大家要往回看 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一般人不在乎这事 这不是说 你跟路大脑袋 跟那个十一岩 九指腰这个决定 不是那个概念 以欧洲这几个大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还是西班牙 只要做出这个决定 就跟当年的苏联 和伊拉克 和利比亚 那就一样 这个事大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你 据说习近平知道以后 习近平真的是暴怒拍桌子大骂 习近平很少这样的 习近平你别看他 他很少在内部这样 他突然觉得杨洁篪 上海帮玩了 但是他就是实实 你知道这几个欧盟要先干了 你说美国会怎么干 美国一定真的 甚至美国会抢着 你先别干老子要干 它意味着两个重大的意义 只要这一刻发生 共产党的死亡时间是倒数 倒数时间 只要这一刻发生 兄弟姐妹们 他意味着一个最大的事情 就是经济和政治双脱钩 那一刻发生 经济和政治只要双脱钩 他就会找一个代表中国人合法的机构 那就是没有任何选择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